依舊照常回診看病 桃園爆發第二件院內感染 指揮中心全面噤聲 醫院不公布就是不公布 民眾恐慌情緒 天天升溫 三天真的最不好 全副武裝把雨衣當成防護衣 帽子 口罩 還有手套 口罩一層不夠 雙層才安心 指揮中心疫調不透明 民眾只能自保 求心安 道理要公布 比較透明 你這樣不公布遮遮掩掩的話 讓大家一個疑慮 會這麼擔心 全因為這間桃園某醫院 案889再傳染給案908 兩個人在後診區內坐前後排 全程相處未達15分鐘 而且都有戴上口罩 但還是傳染了 感染途徑究竟違和 是病毒太強 口罩已經擋不住 還是口罩雖然戴了 但其實沒戴好 導致飛沫傳染 最讓人害怕的是病毒停留 在感染者觸碰過的椅子 或是門把被第三人接觸後 最往眼口鼻摸造成環境傳播感染 他們並沒有面對面的談話 也沒有看到很清楚的 怎麼樣的一個接觸模式 其實他這個地址啊 他的運動就像布朗運動一樣 你很難去遇著他的方向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也不能單單的有 有沒有防護 或者是有沒有交談 來去做一個界限 我們現在完全都分流的做得很好 希望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能夠守住最後一個關卡 但908與889若基因序列不同 908是不是另起社區感染 結果出來前全民恐怕還是憂心忡忡 就黃宜俊 宋祥領 SNG小組 桃園報道 桃園報道